各位微信闲事及各位失望善知事 今天 风水学的奥秘 要来为各位尝试 风水生机在齐安 这条件第一要有龙穴 第二要立望山望向 第三要行功立斗 最重要就是这个 最近来过界都有很多名师大师 都是很慈悲的 要为一些身体不好的人 来做生机 来接引大地的灵气 间接半顶加持 其福其安的人 他能够原神光强 他的身体渐渐就好起来 是有这一回事 但是要有真正的龙穴 龙穴里面才有磁场 没有磁场的话 你要把它赚为安 有时候你就会白花钱 本微信信教 没有在为人做生机 我们的微信地址也没有为人做生机 这一点大家必须要了解 你的家里住家风水好了 对了就是生机 生命的基础为生机 所以我们每天住在好的风水 家庭调和的风水 即使我们生命的基础 住家风水 三分风水七分座 里面本身就有磁场 就有磁了 所以再造磁 后天的再造磁 这一点我也希望各位十方善知识们 你们要有这个尝试 本微信圣教 我们的智会长 也没有在为人做生机 也没有本微信圣教老祖传 用什么方式来做生机 若是我们有的十方善知识大师们 你们有其他你们好的法文 你们去做 我也很赞叹你们 但是要帮人做对 最基本的条件 你们要帮身体不好的人 来帮忙 这是一种慈悲的表现 但是要做对 若是没有做对了 就让人家钱花了 我们真是罪过 罪过又罪过 我们要赴因果 尤其呢 要做生机本身的人 要齐安的人 他一定要行功利得 要多修行 平时要多练佛 好事多做 善恋 三毒贪 三毒贪春痴一定要舍弃 不然的话贪春痴呢 贪得无怨 你要哎呀我生机做下去 会花多少钱多花 那还是要考虑 这个还是有疑虑的啦 所以我在这里呢 告诉我们的所有维心闲事同修们 你们要做生机 本教老族没有教人怎么做生机 而是呢 你们其他的法文去学呢 我也不反对 总而言之要做对 要行功利得 要知道风水学的奥秘 否则呢 我们请人家做 让人家贪 我们自己做 自己祈福 奪不做不休 我们也贪 我们也损得啦 这一点呢 在这里提醒各位 告诉各位 维心闲事同修 住家风水好了 就是好生机啦 这是不变的真理 是不变的真理